所以老师说错过他 你很难再找到这样容忍你坏脾气的男人 但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凭什么要让别人容忍你的坏脾气呢 说实话我们看似这一次次求婚 是这个男孩子喜欢你 他叫你小公主小仙女 我告诉你 他真的没有那么把你 当作你想象中的那样重要的小公主捧在手心里 他也不过是在作秀啊 他这么多次的求婚 那不就是在闹着玩吗 他如果真想娶你 不是这个状态 但是问题的核心姑娘 在你 你不仅仅说是任性小公主 我整体感觉如果我是你的家人的话 我觉得你不够自重 哪有一个女孩子天天打麻将独务正业 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见一大堆网友 还骗自己的男朋友 你真出了事谁管你啊 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 先审视自己够不够美好 如果我们不够美好 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给我们美好的爱情呢 好 谢谢颜杨老师 来 善娜老师 女生说自己脾气不好 我觉得你不是脾气不好 是你根本没把这个男生放在眼里 你压根没把它当回事 第二点 我觉得在恋爱当中的情侣 也一定要有边界感这样的一个词的概念 什么叫边界感 就是不做越界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条框把我们这一对情侣约束在一起 女生做了很多越界的事情 在我看来 在男朋友眼里也是越界的事情 但是你为什么不感觉到这个事情是越界 而且不对的呢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边界在哪 评判边界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看你做的这件事有没有伤害到对方 如果这件事情有伤害到对方的心 那这件事在你们恋爱当中 在你的恋爱过程 就是越界的事情 而且不要谈着恋爱 还要享受单身的自由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谢谢 好 谢谢刘大老师